《咒术回战》158话,400年前术师赵素诺,虎长吃手指是计划。 《咒术回战》158话全图内容更新,本话是死灭回游正式开启的一话,虽然主角团大多还在为这个大逃杀游戏做准备,但已经有不少勇者开始了行动,下面小蛮就来和大家聊聊本话关于死灭回游的内容。 素诺与眷锁。 除了扶黑金美技之外,主角团率先确认勇者身份的是虎长幽人,他在尚未踏入死灭回游结界的情况下,就被专属客扶小精灵黄金虫找上门来,对此虎长猜测是素诺的原因。 在136话中卷所提到他对两种曾经标记的术诗使用了无为转变,一种是像顺平一样有术诗但大脑构造不是术诗的人,一种是和虎长一样吸收了咒误的人,这些都是目前死灭回游的勇者。 而眷锁所所散发出的咒诗则是从千年前开始与他签订契约的术诗残骸,而素诺和他的手指应该也在其中。 素诺曾和眷锁签订过契约,所以现在作为素诺容器的虎长成了死灭回游的勇者,这一猜测确实很合理,但其中也有不合理之处,因为如果素诺加入死灭回游是卷所的计划,那就意味着虎长吸收手指这件事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这无疑让人细思恐极。 虽然虎长关于父母的梦确实在暗示他是眷所制造出来的人,但这也引出了一个新问题,既然虎长是以素诺容器为目标制造的孩子,那为何与素诺兼容性如此之差,根本没法让素诺受肉? 或许卷所认为素诺过于自我,立场过于随机行为太过随性,有可能影响到死灭回游和天原人类同化计划,但又因为某种原因必须出现在死灭回游中,所以才为其安排了一个无法受肉的容器。 不过这种行为也伴随着勇气本人,虎长,行动的未知性,因此还是存在一定风险,当然也有可能是纯粹的意外。 比如虎长出生之后意外的带有天宇宙负肉体天赋,拥有足以压制素诺意识的身体,毕竟慎尔就曾反刻为主过降临术。 无论哪种可能,虎长的存在都必然是卷所的意外,因为卷所是反派,虎长是主角。 400年前的陆紫云一 本画新登场的树诗名为名为陆紫云一,此人留着和帐箱有些类似的双版字头,长着一张和五条物很像的脸,双眼周围有青金般的东西,使用棍状武器,从台词中可以得知他是400年前的人,和千年前的来奇华一样是和卷所签订契约的古代书。 400年前大概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到江户时代初期,上一个六年无下线五条家主和时影禅任家主在狱前彼时中同归于禁一事也发生在这段时间,陆紫云与这二人是否有关尚不可知,但既然独眼猫将他们都设定在400年前, 那应该发生过一些故事。 需要注意的是,从陆紫云一的台词中可以得知他正在找素诺,从时间上来讲,1000年前的素诺和400年前的他根本就没有交集,除非陆紫云一也是千年前的术师,在400年前复活过一次。 既然二人相识的可能性很低,那陆紫云一找素诺的目的是什么呢?答案可能是单纯想打一架。 从本话内容来看,陆紫云一似乎是个战斗狂,他杀死素诗后吐槽对手弱,目前得分已经超过200,也就是说至少杀了40个素诗。 消耗机分所追加的规则是包括名字,得分,追加规则次数和所在结界的全部勇者情报公开。 目的显然就是通过情报判断勇者强弱,并对强者进行狩猎,这样的人想要和诅咒之王素诺一战非常合理,但实力如何目前还无从判断,不过既然能被选中,那应该就不会弱。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